血型影响健康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血液类型可能影响人面临不同健康问题的风险 4月27日发表在 eLife杂志上的这项研究表明 研究证实了以前的一些发现 并揭示了血型与疾病之间的关联 斯德哥尔摩·卡罗林斯克研究所的 一名博士生Torst & Dallin说 关于RHD阳性或RHD阴性血型的人 是否可能有某些疾病的风险 或者血型或血脂影响疾病的信息仍然很少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研究人员研究了血型 RHD状况与一千多种疾病之间的联系 所谓RHD阴性的红细胞上 有一种称为抵抗原的蛋白质 而RHD阴性的人则缺乏该蛋白质 瑞典超过500万人的健康数据分析 确定了49种与血型有关的疾病 其中一种与RHD组有关 研究结果表明 A型血液的人更容易出现血凝快 O型血的人更容易发生出血性疾病 O型血妇女更容易发展认身 引起的高血压 研究人员还发现B型血液人有较低的肾结石风险 RHD阳性的女性更容易患上妊娠高血压 研究人员表示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这些发现 并更多的了解血型与疾病风险之间的联系 Karolinske研究所流行病学副教授古斯塔夫 埃德格伦 Gustave Edgren 说 新发现凸显了譬如肾结石和妊娠高血压 并与血型或血脂等疾病之间的有趣关系 Edgren在期刊新闻稿中补充说 此项研究为今后奠定基础 识别疾病发展背后的机制 或者为研究新的识别和治疗方法提供条件 健康生活编辑部